出个样子来 事业要做成 你才会要收手 对不对 对 你将来有可能回长沙或者去别的城市吗 长沙的话肯定会回的 肯定会回 因为毕竟家在这边嘛 家在这边 工作忙不忙 有时候很忙 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寂寞的时候你会干嘛 在家就是听听音乐喝红酒之类的 一个人 对 一个人 OK 好 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刚刚看完短片之后 我觉得你是一个寂寞到骨子里面的人 然后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喜欢的女生是那种特别温柔 然后特别女人 还是那种特别理性 比较坚强独立的女生 这个都可以吧 你希望那个女孩子是 嗲一点还是强一点 对 能够 嗲一点也行 能够强一点也行 就是跟别人很强 跟你很嗲 对 其实因为 其实我觉得自己就这么多年以来就活得像个男人一样的 明白 就是特别独立 然后自己也特别坚强 然后一个人经常看医生啊 去医院啊 打试啊都是一个人 然后 然后其实我挺想活得像个女人呢 这话说给你听的 好 OK 新处了一个女朋友 你把她带给你所有的好兄弟看 他们都说挺好的都挺好的 唯独一点就是是不是太活泼不安全 对此你怎么办 五 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 因为我很有信心 如果她是我女朋友的话我肯定管得住她 OK 强大 好强大 来这边 就是说你的未来的女朋友 因为你是做服装这一块的 你会觉得她的那个服装对女朋友的追求名牌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觉得适当的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要过度就行了 如果她对这个没有兴趣呢 你觉得你是喜欢多一点还是讨厌多一点 你觉得这个女孩从来不爱名牌 你会觉得她怎么样 这个的话 我觉得没有所 没有关系啊 没有所谓的 无所谓 是吧 谢谢 你说你是比较闷的 会闷到什么程度 我就可以坐在那边不说话 然后一个人坐着 不好意思 我也是那种 可能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你不理我 我不理你 就这样了 不好意思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 这是一位28岁的男生 其实呢 他曾经是一个很爱笑 很活泼 很阳光的一个男孩 然后呢 之前的那个女朋友 四年的感情呢 可能个性上有一点变化 但是呢 我觉得就像刚才她的同事说的 希望找到一个强大的女生 把她重新变回一个阳光的一个男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勇气 或者说 想不想跟她来一个约会 进一步的了解 各位 请选择 好 我们剩下四盏灯 我们现在要看一下 我们彭明杰要先从谁的资料开始看 我们可以看三个资料 那个 我看中的把我的灯灭了 看中的把你的灯灭了 对 那你要说是谁吗 还是下去说 下去再说 或者你说给我听 我不说给大家听 OK 我不说 我不说 我答应你的 对吧 我不说 那你跟大家说点什么吧 就是特别是现在还留着 为你留着灯的女孩 就是说 我只能说很抱歉 然后 大家以后可以做朋友吗 好 我想 我想代表我们十八位的姑娘 对彭明杰说 就是 有过一段感情 不管是伤 还是幸福 都是人生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财富 但是我觉得 感情折射到身上的 应该是正面的力量 如果他把你改变了 你的个性的话 我觉得那会有点可惜 特别如果你本身 是个阳光的一个男孩的话 其实现在一切都很好 对 身体也健康 家里也爱你 事业也顺利 应该是时候 微笑着 阳光着来面对 接下来属于你的感情 好不好 你的那个人 我会偷偷地跟他说 好吧 我偷偷跟他说 可以联络一下 好不好 好 来我们祝福一下彭明杰 谢谢 虽然说 今天在台上的 我看中的那个女生 把我的灯灭掉了 可能是因为 她对我的了解还太少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能够跟她 彼此更多一点了解 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吧 曾经的感情生活的话 可能就是让我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参加这次节目 也是我跨出了第一步 我也希望以后的话 能够摆脱这个舒服 能够追寻到自己的幸福 在这里呢 我们想要告诉所有在爱情当中 受过伤 有过痛的人 只有一点是最重要的 就是过往的经历 一定要让你更爱自己 因为你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 有一些阅历 越来越丰富了 那么也希望每一个电视机器的朋友 都会非常的幸福美满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一期的幸运观众是谁 号码滚动起来 3 2 1 停 好 我们祝福这一位朋友 可以获得经历M270乐手机队 以及美的智能电饭包 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A 把对嘉宾想要讲的话 发送到106695882009 同时我们要感谢 网易娱乐 腾讯QQ 搜狐娱乐 新浪微博 凤凰娱乐 优酷网 迅雷看看 百度和猫扑娱乐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以及美度SPA国际尊荣会所 给我们提供奖品 当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 继续报名来参加我们约会吧 谢谢大家辛苦了 谢谢我们的公主们 这一位朋友 一直把自己锁起来 实在太不应该